這個故事是說文姬歸漢 蔡文姬去了上邦之後 曹操就要他回歸漢 回到漢之後 又要逼他嫁董治軍 當然他都是因為思念故鄉 思念不是故鄉的上邦 但是那個情境是怎樣 我們還是稍稍稍稍聽聽 我們由許澤榮先生和仙慧小姐演出 我們給點掌聲有請兩位 有請 2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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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分 2分 3分 3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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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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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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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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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思量如梦 欲几难啊 问你 记住你吗 青蛙内 李航家 龙歌远 轻负成财命 我满满同行贪 冬畜戀 天哪上 冰鲜浮沉族 街日流灵 已见 十载故里 还难 喜城 相恩后 细戚 行花竹未产 情 先 大马 我满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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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年轻 我满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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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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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